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阿弥陀佛 再看经文 善然子彼之众生幻生灭故幻心意灭 幻心灭故幻成意灭 幻成灭故幻灭意灭 幻灭灭故非幻不灭 善然子当然就是跟行者 以立了心中的志向的人说是善然子 彼之众生幻生灭故 就是这众生就在一切起心动念上看 那一切众生其实就是种种的差别 过去的差别念像业力成就 业力所成就 那现在再说到众生 行者当下在自己心头之中 就在看尽一切众生过去流转的差别业像 那什么叫做一切众生过去流转的差别业像 就是你现在所有的一切差别的起心动念 那都是差别业像 那哪一个业像之中说是过去的所有这些造作 造作业造作的这个业感甚深 它将来就会成如是业像 成立种种的形态 成立种种的众生像 所以每一个众生心中都具足如是的差别业像 所以你要在众生身上 能够去直下体会行者 他就是直接就在自己的六根门头 六根门头上面 那都是所有一切众生的一切差别业力中 所呈现的一切形态 所以要众生换生灭骨 换生就是过去种种造作 一切现在的再说知再说生 其实知是以种种形在立的 当然知就是建立种种心 知是以行在暗立的 因为种种行之你才能够立种种知 行是以知在分别的 那个行是以知在分别的 行以知分 行与知分 所以另一切你都知道 这其实都是什么 不管是在行在知 在生在心 其实都是什么 都是过去随缘的种种变化 都是在种种幻作之中 变化之中之所建立 觉体就在这些变化里面 本来是大觉心体 我早上讲过 就譬如连静体它都是无形无色的 觉体它本来你不能拿任何形来亮它 也不能拿任何色质来亮它 可是觉心它却能够随进一切 现在随缘随着众生种种不同的夜感 能够陷进种种差别的行为 行之跟行仪 重来将来你能成佛时 也是能够在随有一切众生面前 随着众生心中的号要 现一切众生所喜见身 虽然你是无形的 但是随着众生的种种因缘 随现前的缘起的众生的因缘 你都能够现出所喜见身 不但是随现在我们感受到 人我对待的众生能够如是现 你仔细思维你就在现在还没成佛时 你每一个念头当下 每一个念头的那种直受行直上面 哪个不是你崛起随缘现的所喜见身 你心中好要的那都是随喜 都是随喜 不管在喜在怒在爱在乐 不都是随你现在心中所 夜感之中所称谓的好要之中随喜 能够现前的吗 所以现在躲在夜感流浪里面 其实你的决心都是这样的作用 将来你就正的这一年决心 虽然叫做成佛 已然正的这一年决心叫做成佛 你一样也是在一切众生向前 在一切真正对待之前 你也能够现一切众生所喜见身 所以你能够站在这个上面体会时 虽然能陷进一切众生所喜见身 但是就不是过去已经 已然不是过去众生流转的夜感了 那个叫做幻生面 你不是在形直上面还拖在那个形直的 种种过去夜感造作的变化之中 说种种身形 你将来在绝体中你能看到 你能够随一切众生所喜见实 所现的一切身 那都是大觉限量而已 在大觉限量之中就像早上讲的 虽然能够显现出种种身形姿态 但你那是真的身形姿态吗 那不过都是决心史 都是决心的清静的作用 当你知道是决心清静的作用时 你就不会在这边忘立一个幻子 你就不会忘立一个幻子 你幻子得无 为什么幻子得无 你背于绝故都是我 你暧昧于绝体故那都叫做幻 那都已经成幻 绝在入绝之处 那根本就是决心的真心的担当 根本你不必再立种种幻子 那众生一念被绝 那就起成种种幻作 那就起成幻作 所以那个讲说幻生灭故 不是要你真正去灭除形态 灭除种种物相 物相 你要刻意去灭除物相 表示你是直下 就是行者直下 还不是在根本心中 在绝体之中的智慧中担当的 因为你不是在智慧中担当 你就真正是认为 始有如是物相可灭 所以你才会去灭物相 将来你真正是慢慢慢慢体会 是大觉心体时 你才知道这个物相 你根本不必去灭 因为物相 就是随你现在的心中所的 限量之中 称量的当下 它都在变化中 它都随你在变化 所以讲的一个恶业的人 他看到一切世界 山光水色 都变成他恶业所集结的 种种业感世界 一个善业的人 他看到的时间 也是现在跟大家一样的时间 可是在他眼里看到山光水色 都是启发他心中 灵明智慧的种种体系 那都是你决心所变 你何必去灭 你虽然知道 虽然感觉虽然是那个悟 你虽然在心中体会出那个悟态 能够顾得那个形态 你能站到决心之中 你能体会到悟态时 你也知道是觉 所以说见说处又何妨 你处也知道是觉又何妨 过去你要是不知道处是觉时 你还真有以为如是处 那都是差别 那都是分别 那完全都是分别 将来你在大决心体 你一样能够现种种处 所以那叫乐处 假如说没有这些作用的话 那决心叫断灭 没有作用 决不能现觉 那还叫什么觉呢 决不能起身种种庄严 那还叫什么觉呢 所以史之祖是讲的 原来世间所有一切凡夫 现在虽然感觉到流浪在生死之中 流浪在六道里面 在人世间之中受尽种种烦恼 将来悟得时 将来真正心中开悟时 你才知道原来根本过去从来不是 现前的哪一个境界 不是你心中根本齐名的庄严 你依法不变 依法不必改 依法也不必灭 过去因为不善用心固 那都是什么 都是烦恼束缚 那都是地狱的铁链 地狱的链锁 将来你决心清明时 你看到世间一切山和大地 哪怕是看到世间种种恶业 黑黑夜 那都是绝明智慧的照查 那叫妙观察 所以你当你知道黑时 你能够解释一些黑夜 你能够解释一些黑时 你还是那个黑吗 不是吗 镜子照黑时镜子是黑吗 从来不是吗 镜子现黑时镜子有黑吗 从来没有吗 那镜子在从来没有 也从来不是说真正有一个黑中 它不是说真正躲在种种黑之上面 可是它处处能够随缘 深入一切黑中的感觉 深入一切黑中的变化 这是智慧 所以当然镜子这年心 十年世间的所有的一切造作 哪怕是狼狈称目 那种恶行恶壮 那都是护法 护什么法 那意思就是你根本不失此心 就是护法 那零零之间你站在看到一切法中 你就马上当下回光 就是护法 体上当下就是护法 只是现在可能我们在 就是在平常的日用心 还是太粗固 还是堕于物感之中 堕于现前的造作之中 执受太深固 所以现在怎么说 你可能心里面都永远分辨不清楚 但是这毕竟是世子的功课 这是世子造见自己本来的面目 你当下念念之间 你天天要去做的方向 当你每天这样思维 你每天这样去参救时 终有一天你会豁然开朗 你在看到一切感受时 不知道感受吗 知道了 但是你这个感受 还是过去众生流转在那种 刚强直受的感受吗 不是 那这个感受是什么 就是决心现前处 那就是决心 必定能够随缘的亲民处 所以那个感字 就是我常常讲的 你都知道显然是心 何必惧怕一切感人 他必定能感 一定能感 所以讲到同体大悲中 他一定什么 他一定闻生就苦 随缘复感 你不能复感 你还叫什么举人呢 一定能够随缘复感 他马上在随缘复感中 他一定是闻生就苦 为什么 为什么闻生就苦 过去你随缘复感 什么一个感中就是执着 就是恶 就是执受 执受就是苦难的 就是恶着 所以苦者叫妄止相 那现在你一样覆感 你一样随缘复 那正在随缘复 你明明知道 就知道这个大决心 体同体相识 还有恶着吗 还有苦受吗 当然没有 所见都是决心之中的亲民作用 镜子掀黑之时 那掀黑复 掀的那个黑中的那么清清楚楚 现在黑中的那个势力如是这样的明明白白 能清楚能明白是因为尽性清楚 尽性明白 你没有尽性 你没有尽性 那个尽性之前的黑色 你都不能够呈现如是明白 这个才叫做还 这个是真正住在如是常住心中看一切法 是住在你根本决心的亲民之中 照进一切法 所以就不是过去行者在回头时 还着实现在的夜感之间 在存堕将来的心中的涅槃境界 是如何如何 你当然思维不出来 但毕竟是世门中人 你现在抓直如是的夜感之中 你当然自慰不出来 但你必须要相信圣人所留下来的文字 前人所留下来的一切 他的过去的这种经验 因为你信古 你坚信古 所以你之间就不会被你现前的夜感的声音 所暗昧 所暗障 再不受自己心中那种暗障的声音左右 你不但不被这个声音左右 你还能够放下自己心中所起现在的暗昧的声音 那才能叫做放下我之 所以你能相信那些圣人的因生时 圣人的所有的这些经验 这些导引时 这些教育时 那也是在所让那些行者 令人之间懂得如实 现在开始放下自己的妄想分别处 所以你一切法不单只是回头在根尘上做官 你一切法你都能够信佛所致 你都识佛所致 那都还是现在你就是妄想现在的你心中自我意识上的造作 你不必再去考虑那合不合时宜 合不合时宜是妄想 你在合不合时宜上断词 这一句合不合时宜是放下现在的分别 所以有的时候你在像中 你可能还真的感觉到有些东西好像不合时宜 但是你要逞这一念不合时宜处 你会想你会发现你这一念心 永远就跺在现前的执寿里面 你就不断在那边翻滚翻脚造作 所以合不合时宜我都放下 我只能合什么 合诸佛所致 合诸佛所致 所以这里面就要讲到这些 这些在家伙说大圣非佛说 常常有在印象上说 有些不管是戒律律条 他合不合时宜 先不过默论合不合时宜 在任何佛制当下 你是不是能够把自己心中觉得合不合时宜 这一念旺心能够歇停 能够歇住 从此以后你唯一圣教信中 再也不起任何自己我值的念想 将来在没有念想之中 你再来分解分辨合不合时宜 你才能真知道合不合时宜 不然现在说合不合都是旺间 全都是旺间 所以在这个上面 你说那些换身 不管是换身还是换心 那当然能灭 但在这种上能灭出 就不是现在过去我们凡夫之间 是真有个形直 真有个身体 把它灭掉就要换身灭 就连现在我们现在这个肉体像 这个肉质像 你没有开悟以前它是夜报 你开悟以后呢 就在你这个夜报身上面 你看到就是你将来的心中 大绝民 绝民心体之中的异生神 异生神的心态 那异生神跟夜报身差别在哪里 哪一个决心 哪一个法中 哪一法中离开过异生神 大绝心体就脱异而显 你世家世尊脸花为孝 唯有 加赦能知 加赦就是一根圆通 大绝心体脸花就是随缘脸来 那种开发处就是一根能知 不是说所有的大弟子都不知道 那都是大罗汉 那为什么加赦能知 就当机应援之中 讲这个当机的表象就是一根能知 而且你能够在异根之中 你念之间不再受过去的我执 我想之中的束缚 那叫苦恨 那叫苦行 那是真苦行 所以哪一个法起初不是异根圆通的 不是异根所呈现的 那所以都是异深深 可是异深深处 我们就躲在异念当前所有的幻见 种种妄想当下 在所有象状之中 马上躲在种种的造作上面 叫夜报 那都是夜报 你说只是现前造作吗 当然现前造作一定过去有如是习气 你才不断在这上面燃造 那都叫夜报 那你能够在现在的所有的夜报 一切感受都叫夜报 可是在这个夜报当下 你不必去找什么是夜报 你不必去断什么叫夜报 你当下在这么样浓厚的夜报里面 你体会那就是一根本一根的圆通 那就还夜报深入你的异深深 眼睛见色耳朵闻深都是异深深 只是有的时候在你智慧未明 你虽然知道异深深不是真正好像随愿能投亡 只是还未如此而已 但是你将来会慢慢慢慢一步一步一步的体会 就是这个一根的圆通所呈现的一切 你觉得烦恼都是一根圆通相 所以那个时候连烦都不必断 你始至说说断不断 那真的叫做幻 那叫做幻 幻无形体 幻故事真的有一个法 有个形体有个东西可以执着 没有 所以始至过去的妄见 根本没有我去妄见 那真的叫妄见 一人一时精神失守 突然看到眼前一片乱象 当他抖手精神以后 那个乱象自消 他就知道那个妄 根本没有 只是精神失守看到的 将来你要是看到 心中的精明就是如此 你始至这一生中 可能多生累劫 你都是在这边 你都是在自己大觉心体 现前之处 精神失守 你看不到那个觉醒之处 他本来的 本来的根本心中的精明 本来他能够实现 一切妙用的神用利用 你失去如是精明 失去如是神用 所以你就躲在种种业感之上 那个叫做幻 那个时候你在幻中 所累据的那个形质 所累据的那个形态 那叫幻神 那个叫做幻神 不是真正把所有的一些物像 所有的全部破坏 那叫幻神灭 绝非如是 你将来你在看到一些物像时 你是看到根本什么 根本灵明的决体 直相讲触 大家不要再 不要再 跺在过去的妄想中 过去的众生之间 看到任何的物像 就是灵明的决体 你就会说 原来物像 那我画在决体就是没有物像 不要老是这样说 就是物像 你要直下担当就是物像 你要不敢担当这个物像 但是这个担当之中 就不是二法 就不是说真有个物像 就是物像 意思说现前 大觉性体现前处 它就能够成就世界 庄严世界 就是物像 但仔细思维 这物像 刚刚不就讲了 都还在随你的心境 在不断的变化吗 众生的心境 插挪插生灭 事实上你仔细思维 世间上放眼 望去一切世间中 所有的气世间里面 它也是插挪插挪 在生灭变化中 只是心态出你看不出来 它不但插挪插挪的生灭 在变化中 它随你现在的 在心底之中的业力不同 是福是祸的不同 它不断的在变化 一个恶心的人 他看到他的世界 虽然讲到都是那种 恶中的那种 将来必定受暴的 种种气世间的那种逼迫 但是他不是一下子 就看到逼迫的 他都是从恶心之中不断造作 不断的慢慢变化 慢慢变化 突然有一天山崩地裂 然后他就在气世间受 如是恐惧受 如是报应 那你仔细思维 那个所有的一切 气世间中的山光水色 所有的一切气世间的应用 不是都是随他恶心 在不断的变化 都是在慢慢变化 所以那个时候讲说当下就是物 那个物中是心里面的灵明 它不是真正有一个什么样的质量 有一个形体可捉持 那叫做幻生灭 这样幻生灭 你能够懂得这样的幻生灭 那幻心当然灭 那幻心当然自然就灭 因为你知道行跟知 原来都是一体的 从来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离知的行 你没有知还有行吗 你也没有办法去找到一法叫离行的知 纵然讲到这个大觉心体的 根本的绝明的觉知 觉知虽然讲到它无相无壮 但无相无壮仗静而生 无相无壮是觉体的灵明 可是你要看到这个觉体灵明 是哪里看到仗静才能生 仗一切境界 那仗静而生不都是什么 都是行吗 可是因为你能仗静生 所以今天黑来知黑白来知白 聪明的人在这种变化之中 在这种变异上面 你体会 因为它能够在变化之中 我都能知 所以你就能够回光体会 那能知那个心一定超越 现在的种种行上面的 种种的作词 超越那种行知 所以这里面叫做幻生灵 也叫做幻心灵 你根本就不是在那些知相上面 在形状上面 在安立真有如是名相叫行 真有如是名字叫知 但是大决心体现清楚 你能够处处知道什么是知 什么是行 行也是从知中建立 知也是依行而显 但是你不断解释 你不管你怎么解释 你都是在哪里 你潜在意识 已然就是圆会这一心的智慧 这个叫做下手处正确 这个叫正直正见 所以你能够骗尽一切法 但是都叫正直 你没有离开那个大决心体的根本 那个根本意中的亲民 那才能叫做正直 所以讲到那个正是守一而止 守的那个一 能够止于一 那就是正 你能够看到那个心体之中 从来不偏不以的亲民 那是一 你能够常住如是心 那都是正直 那都叫正见 那才叫做正直正见 所以唤心易灭 唤心灭故 唤尘易灭 那唤尘那当然是什么 唤尘就是过去最后一切妄动 妄动全先 唤尘易灭 然后知身心 知根行 都是因为成像中所先 因为有知故他必定能够知行 行知故所以他能够立种种知心 那其实这里面都是成态 都是成中的妄动翻角 所以叫唤尘易灭 连动都不动 你才能够使之 根本决心之中的不动向 亲民向 我还记得我好像曾经讲过 东方 阿处佛国叫不动佛国 对吧 这应该好像讲过 那不动佛国在哪里 还在东方 东方是什么 大照处 开始太阳升起处 它开始能够现种种照明处 却在这个照明处跟你讲说是不动的 叫做不动的 因为这个真正的心中的灵明 它是不随一切物之行之在上面说动的 它就是大照 所以因为它大照故 所以一切万物上面 都能够显出种种照中的光彩 你才能够在种种万物上面 体会那种照中的那种心中的亲民 但仔细思维 照中体会的那个亲民 其实已经在末了 能够显出那个亲民就是那个大照 那大照是要一体的 所以阿处佛国 处者是一个门嘛 里面一个种 你能够在这一行体上 在这个不动之中 能够出入一切世间万法 而且是种法大众的种 三个人 所以名字上它早就 尤其是佛经 所有的一些安地上面的名字上面 早就什么 留下迹象 让行者下手参救的 你要怎么敢入不动 怎么样照见你的不动 就在这一门之中 大觉心体的一门之中 念念担当一切种法现前处 念念担当处 你就是将来能振得不动 心中的亲民使 这在汉传佛教大圣佛法 讲的根本最圆满心中的本来面目 你刻意还要再找个不动 那都已经是被动中之所牵动了 你纵然不是外道 那也不过就是小圣 那真修心人他就在这个上面 他自然就会毁心 毁晓向他 所以那是心中的亲民 你能够在一切种中一切 一切本来的本来大觉心体的作用 当下担当一些万法处 将来你振到这个不动时 你恒常担当一些动 这就讲到心中的作用就是 你真正振到这个不动处 这个不动处在哪里 恒常担当一些动时 只是讲到这个字像时 用到众生语言处 众生就会搅乱 什么时候不会搅乱 你慢慢体会心境时 你会发现这些语言 根本没有搅乱 他就是这样子 如实为你呈现 如实讲出那个道理 精神而已 可你在心体之中 一点都不明白时 你就会觉得搅乱了 什么不动时 才是担当一切动处 到底动还是不动 所以才会觉得 你根本没有体如何 还在说住 然后后面的人不知道 都还把它当成佛学大家 那可悲 那可悲 所以这里面你才能够知道 那心中那个直下担当 直在文字之中 更能够把心里面的作用 心中那个智慧 用文字 用众生的语言 让众生明白清楚而已 就用到这些文字 但是真正懂得那念心时 就是动中不动 不动中动 它都是体会在异性上的 都是体会在异性上的 所以那些名字呢 动与不动 那些名字 那只不过是善巧方便安理 善巧方便安理 因为决心必定觉故 你何必一直捉持 用众生的妄想的之间 捉持那个不动 连不动都是绝 动也是绝 你何必一直抓持那个不动 不动也是绝啊 所以在动中既然是绝 你也不必什么 你不必一直在妄想说 决心为什么流动啊 那流动你都不会 随过去的众生之间 在上面不断地攀缘 在随它流浪 何况今天回头时 还在抓着一个不动 还在那边不断地坚固 在那边委屈的 一直攀缘手持 那都是委屈相 那就不是在一心体上 念念去担当 念念去参究的 所以那个时候 你才知道换成一面 你心中的妄动全歇 你有个名相不清楚 那都是心中的波澜 那个波澜都是妄动 那全然都是妄动 全然都是妄动造作相 妄动就是妄成一面 妄成 妄成灭故 妄灭一面 所以既然是妄成灭故 所以妄灭 那个一面 妄灭一面 要在字面上去一个字推敲 那就是告诉你 灭亦无灭就是妄灭一面 你觉得有灭都是妄 叫幻灭 觉得有灭那个幻灭 因幻故说灭 说灭其实也是原幻 今天真灭处 连这个因幻所说的种种灭 幻灭也灭 那个灭就不是造作相 那个灭是心中根本坦荡的担当 更不在这个造作上 再说种种作态 那叫幻灭一面 所以不是在心里面慢慢体会的 有些也是真的 没办法去体会得出来 但世子都是在心中体会的 所以只有世子门中 才能够告诉那些 外面还在流浪的白衣 什么叫幻灭一面 什么叫做佛学大家 大家不见得一心是像他这样 受人人尊敬 老实修行是大家 平常心是道是大家 根本不修 根本不入如是法中 如何说大家 就如我说的 你连苦极灭到如何 如何知苦断极 你都不知道 还在那边 再加上多多少少 还有家庭的温暖 那一点点 如心火般 那一点的温暖 我告诉你 那就是永远六道的 刚神 你还抓到那点温暖 你还告诉我说 哪个非佛说 哪个不是大圣 大圣非佛说 哪个是伪经 那心中无限感佩 感觉到想佩 感觉到想佩 这个是 但是还是简称感佩 比较好听 不用把全部的名字讲 全部的声音讲出来 那这次开玩笑 所以有人说很无德 但是实在是痛心 那无德也就无德 我本来就不是有很有德的人 那无德也就无德 但是有的时候痛心 你不喝斥 事实上真的是 有愧对于自己这张嘴 有的时候不喝斥 他有愧对于 那你要慢慢能够体会 所以那个幻灭一灭 叫做灭意无灭 灭意无灭 都不住在任何灭上 叫幻灭一灭 我刚刚讲的一句话 绝对没有任何 亲世白义的那种 就在家居菩萨的任何的念头 在家菩萨既然学佛 就是近世男近世女 近世男近世女 你当然就能够 虽然没有现剃头染一像 你当然就能够随一切僧人 随一切僧众的 本来的这种行持 你在行持之中 你自然在心中所起的那种妄恋 自然不深 你虽然还在家居之中 还有那一点点温情 虽然是守着那些六道的刚神 可是你念念之间觉得恐惧了 觉得心中已经开始慢慢知道 不但能够自己为自己解脱这些 这些链锁 六道的链锁 你也要懂得为自己的亲缘眷属 为他们建立将来解脱下 虽然还在红尘 但我如何在红尘亲缘眷属 有知有见当下 让他感觉到他的亲缘之中有一个 虽然还在红尘 但是念念之间 一心想要向道的这种赤城 他能够在这个亲缘呢 这样的亲缘的那种氛围之中 只要有一念有一个这种心思 都是为他将来 总有一些滚滚红尺之中 流转六道 那个叶杆里面种下一滴点 那一点虽然如同星火 但是也是他将来无上的光明种子 叫金光明 真是金刚种子 所以身居在家都有这种责任 虽然既然在家你就要有这种责任 所以你身跟行为你还要比什么 你还要比出家人更要严谨 你要是不严谨的话 因为你天天眼睛见色的 纹身就很容易流浪 绝对很容易流浪 所以怎么会还有那些妄想了 还有那些种种之间想要说出来 出来不要说跟现在的出家人在里面不断的比较 你居然古人你都不信 我先不说他是不是眼中没有现在的出家人 我可以原谅他 因为毕竟我们没做好 我自己不好 你可以看不起我 没关系 那古德你也一脚踢翻吗 古德你也认为说他都不知道吗 所以他不知道那言是假的吗 他不知道那个大圣吗 什么佛法吗 那叫狂妄 他不知道这一念心中初时 他不知道这些都是他过去的执寿身故 所以连苦即灭到的苦字他都不知道 他是不是还在这边造作 不断地攀缘执寿 他假如有一念知道那个大绝心体的 根本心中的亲民 他就不会说 他绝对不可能认为过去没有前人 他也不会说看到令人经的经文 他不会体会一文一句 他不会不体会 他假如能体会还有这种言辞 绝对不会有这种言辞 表示他心里面一直不断地还在上面 不断地忘作 不断地在那边流转 所以在家居士真的要做 比出家人更要严谨 出家人身为人叫什么 叫杀贼 尤其是身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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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他根本都是什么 还在世间流转吗 还在世间流转 他在法中跟你讲大圣非佛作 可是在世间流转说 他说佛法在世间 佛法在世间 他比我们还大圣 那个船太大了 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 他们怎么在世间的 那看不出来 那太空船 看不出来那个大圣 所以这里面你知道 那个妄想 那个造作 所以幻灭灭故 非幻不灭 幻灭既然灭了 所以非幻不灭 那也可以有多二重解释 就没有幻不灭的 你讲到任何的幻象 任何的这种做作态都灭 心中但有一丁点 任何的这种种 还随过去种种幻源所起 哪怕是心间向道 再说什么断 这种什么志 那都是幻 那全灭 叫无幻不灭 那也有另外一种解释 大绝心底根本不是种种幻的 那个根本的亲民不灭 他本来非种种幻的 那个根本的亲民从来不灭 所以非幻不灭两个字 四个字 非幻不灭 就像早上讲的 那不能白话的 你太白话你怎么白话 那太白话就把意思定死了 那有的东西就是讲 他这个也就很白话 能够体会是他就已经很白话 你要知道所有的一切无幻不灭 无幻不灭处 就是你根本正的如是亲民处 你无幻不灭处就是亲民不灭处 他的一句话之中是二法都当下存在的 讲你只知道无幻不灭 任何幻都一定灭 那你一定要还有一个一尺 还有一个体 你念你之间心中还有一个一尺的体 那个一尺的体就是你的本来的亲民 它不是在任何形态上面 任何主持上面说的那个体 但你能够住在这个体中 那个是从来不随种种幻灭 或者是谁将来过去将来修道时 有任何的增损 从来不增从来不减 你只是过去不认顾在这上面 妄说增减 过去不认顾躲在凡夫的势力里面 就是减 将来要回头故事 要捉持凡夫的势力 说回头时好像在那边慢慢慢慢在增 但是不认你怎么过增减 那其实都是决心的 那现真现减决心从来 事实上它根本没有丝毫差别 没有毫里差别 那都是大决心体 那这一念亲民是根本不灭的 所以古德也讲 这一句是在亲民心中 根本非种种幻法是从来不灭 不受又是灭相 那当然也就是无幻 无有一幻 没有一幻法不灭 叫做非幻不灭 譬如磨镜 你看磨那个镜子 够净明现 但是磨镜很容易体会吧 磨镜子 镜子磨完了 够去掉了 光明镜子的镜明就现了 这一文解释这么容易 镜子磨 磨镜子都会 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 很深的道理在里面 镜子跟你讲说 镜子根本无形无状 你磨镜在哪里磨 在器物上磨 从这种物相上磨 就在你现在的感受上磨 那都是根本的器物而已 你在上面磨镜子 你在上面磨 就从来没有离开现在一切做法 一切做态 就在上面磨 当你磨呢 你什么叫垢 垢就是你寝重如是成直 寝重 所以从土从厚 厚土也是积厚的意思 那个心中厚薄 那个厚 那也叫厚土 那个垢是一个土一个厚 也叫厚土 不像皇天厚土 那也表示他能够厚载 能够厚载一切万物 那也就是什么心中的积厚 心中的积厚 你不要看到那个领具象 是心中的积重下 心中不但在那边攀缘的积重下 你能够在任何感受之中 在那边磨 把那些心中攀缘的积重磨去时 那每一个感受现前 哪个不是 晋体光明现前处 因为晋体无形 那就是晋体光明现前处 晋光现前处 晋体无形无状 在哪里说晋体 见黑见白时 就是晋体现前时 现大现小处 就是晋体现前处 是 现清现黄石 就是晋体现前时 你要离开这些 物像之中的所有的一切呈现 你要找到镜子 那都不是镜子 那是玻璃 那是铜片 那不是镜 你找不到的 所以这里面找到磨镜 构镜明现 这里还要知道在哪里磨 你磨镜 你离开 离开那个现在的种种的感受上去找 你永远找不到你的晋体在哪里 那个镜子体在哪里 你就在过去流转在任何的 不管是铜镜水镜或玻璃镜 你在任何现前的那些黑色白色 任何晋直的那种表现上面 你命令之间再也不被那些 镜色的这种沉直所迷惑 你看到就是镜子 那就在这边磨 就在这边磨镜 你看到就是镜子 那才是构镜明现 善男子当之身心皆为换够 所以你要知道身心皆为换够 就只是你现前的这种音量 就是身心相 什么是身心 以形以知 以形以知就是身心相 就是换够 那就是根本的换够 就在上面你会以种种形状 以形形状 以种种知 那就是身心相 那完全就是身心相 你在这个身心上面 你永远抓持如此的身心的造作 以为是自心 以为是根本 你本来的面目 那叫可怜 所以你在这个上面 你只能随到身心行之上面的 所有一切的势力随它流转 你只要有一念忘记的心中的作用 你势必就是成为 种种声色之中的犬马而已 你是被它束缚的 作用就是如此 性中就是如此 连刚刚讲的那个批语镜子镜色也是一样 你要是一念忘记了静体 你就必定被静色所套牢 被它的势力所牵引 那起成种种幻觉 在这么样强大的幻觉 这么样强大的势力里面 你怎么样收射 怎么样能够消除如此势力 只要有一念你知道是镜子 就没了 你要是那一念念之间 你不肯在静体上面去担当 你在那边说 我如何在心中 把自己心里面坚持的 如何毕掉镜色 对我的那些祸患 那些危害 绝无是处 那只是痴人说谋 你用尽三大阿吉 阿森七杰 你也不可能有如是智慧 你桌子如是幻觉说灭幻 那你永远都是被幻觉所影响的 为什么说被幻觉所影响的 因为不然你会干嘛说灭幻 这还不要讲佛法 这还讲心理学就是如此 因为你就已经被幻觉所迷惑了 这是在你心中 你已经被他束缚 心中的感觉 已经心中非常痛苦 你才知道灭幻 所以你知道你讲灭幻时 灭幻二字虽然是好听 都是好声 能够发出善的音声 可是方向还是错的 那你还是受那个幻觉之中的影响 纵然有一天你感觉到 把整个心思六根关闭了 心缘闭住了 闭塞住了 说我灭幻了 那你还是幻觉 你还是被幻之所蒙蔽 你能够抓的那个感受都是幻 你认为自己灭幻了 幻灭了 那将来总有一天 突然你会发现 你这一念心守不住时 或者是守久疲劳时 你眼睛六根再往前看 但马上又被种种城牢 所套牢时 你心中那种惶恐 心中那种恐惧 所以为什么外道 他能够修在他们在 有做的形态中修心 真的感觉到心 可以离于万物脱去成直 那为什么将来堕落时 直坐地狱你知道吗 你突然他守不住时 突然心里面就好像河堤 掘堤 掘堤 大水淹没水 那种心中的恐怖 那种心中的那种惶恐 比一般凡夫还深 居然上富家子弟 从来没有吃过一点苦的 突然碰到什么灾难战争线前 让他吃一点苦 给他吃一点路上 在逃难时吃一点路上 还能够吃到米饭 还能吃到一些粗菜野菜 他都觉得难以下咽 可老百姓天天这样吃 他不见得苦 或者这样做比喻 所以有的时候外道修心时 你认为他在修心 他捉持那心中的清静 事实上比一般流转 在苦境界的是还要恐怖 那将来就是直坐地狱 是直坐地狱的 所以现在你看到外面 都在教那些外道法 就算你能抓到 哎呀我真的感觉到 心中清静了 我真的感觉到 心中那个灵明了 我或者感觉到什么 什么那个叫做什么灵修 那个灵光又什么炸现又是怎么样的 心中的超越 等有一天守不住时 你才发现 你在上面不断地营造的那种桌池 那种心中的攀附 那种心中的那种攀源 那种力量浅浮在你过去 你以为那灵芝现前 你以为在参种这种灵修 这浅浮在里面 你一直在修一只大手 在你潜在意识修一只大手 桌池这些感受 因为你抓的这些感受时 你以为是灵芝 你就不在灵芝上面 在灵觉上面 在灵修上面 你不会体会到 那只大手的桌池的那种力量 等到有一天 你现前的那种幻象没有时 因为都是心中造作 一定会置换 一定会灭 幻象没有时 叫福报宵尽时 你才可以感觉到 那个是手的实力 原来过去这一生中 虽然你以为在灵修 都是在桌池一样东西 那个是相辨识就变成苦 那个手桌池就很紧了 那种一桌 那种力量 那是没有诸佛出世 你那个手不会松开的 你没有那个智慧 在你心中那只手 那只桌池的手能松开的 那种刚强 那种可怕 所以那种身心皆为换过 那就是以形以织者 就是身心 换过 构相涌灭 十方清净 十方清净 这边讲到非换不灭时 我突然还想 这边有操到 那个勇家大师的那个记子 他叫心是根 法是成 两种犹如 近上痕 这个大家应该都会背了 只有我背不起来 所以要操下来 痕够近时光使现 心法双望 性即真 这个大家就知道 那就要真正叫做 非换不灭 那你要知道 心是根 法是成 心中清清楚楚 这些作用清楚 但你还是在 心识跟法是成上面 不断地在这上面造作 真的在望安利明目 不是 但你不照任何明目 当然知道 心中随缘时 就是成像 你为什么说成 你在说成时 是众生所有的过去流转 那么样厚重的势力吗 不是 它就是现在缘起 种种的那种缘起的那种云步 过去叫烟尘 就是如同吃油放雾 那叫雾 现在你就知道它是那种云涌处 随缘的云涌云步处 所以一样在黑 你能够入一些黑的境界 一样在白 你能够承担 你心中能够担当 一切白中的种种变化 但那种境界变化 你不知道是成吗 是啊 都要知道是成吗 但那个成还是过去的染分吗 染明吗 不是啊 那是静明 那个叫静明 清静的名字 所以那个才叫做什么 那才叫做无垢称 那这根本就是无垢的称 无垢的名号 名像 无垢称 所以叫唯莫杰 所以唯莫杰叫无垢称 那无垢称一定称在哪里 既然讲静明 讲到无垢称 那称在哪里 过去的一切应用上 对不对 过去应用不是都是名字吗 都是现前的种种感受称谓吗 但你要是真正正到这念心时 那种种称谓 其实都是大觉心底的清明 但在清明中 你要刻意避开这些称谓吗 不避吗 你明白担当一切名字吗 但你明白担当一切名字时 你还是过去的造造作吗 不是吗 所以唯莫杰一定献什么 献红成像 所以这里面讲到是 性中的作用 这一念智慧 是念念之间 都在一切过去的作用上 但是他 唯莫杰经当下就告诉你 虽线在家不染家法 这念心虽线都是红尘之中的 所有一些称谓 但他有染着任何称谓吗 没有 都是静明 都无垢称 所以现在人不懂 所以你看唯莫杰都是在家人 就连孔子讲到入室你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入的 心灾你都搞不清楚 你还把唯莫杰当在家想 众生讲到那句话 唯莫杰是在家 在家在众生的语言里面就是肯定 有个在家的名相 有个在家的造作 那都叫构成 那都叫做构成 也叫构成 所以完全都不是在信中担当的 那唯莫杰怎么是在家 在信德之中 他念念不舍 如是像 根本不分如是像 所以他在唯莫杰经是在教化谁 身为人吗 你还有个丞相可离 表示说什么 你还受如是法治吗 他是破身为人最后的那一个障碍的 他不是告诉红尘中的白衣 告诉你可以在家的 他破身为人 他的智慧当然是比身为人还超越的 那才叫无构成金 那才知道读唯莫杰 所以现在我们说身为人法 那怎么样能够在身为人法之中 在现在的根层对应上面 念念这样不断的回光返照呢 你还要读一读唯莫杰经 你还要去真正读一读 了解了解唯莫杰经 现在我听到打气我就听到了 休息十分钟 谢谢 Wii U ovare